一颗颗圆滚滚的栗子南瓜一字排开 这是深坑农会首度举办的栗子南瓜品质比赛 近年来在农会推广下 有越来越多农友开始种植南瓜 这两年还曾经参加全国比赛获得冠军 因此农会希望借由比赛活动促进农友技术交流 也让更多民众知道深坑不只有豆腐、绿竹笋、茶叶、黑猪肉 这四宝就连南瓜也是深坑优质的农产品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举办 那品质都非常的好 虽然受到最近封面棉椅的影响 跟下午的西北风的影响 可是他们种植出来的品质 不管是外观或是他的甜度 都有达到评审的标准以上 所以我感觉深坑的农友 其实在作物这方面都非常的专精 非常的有他们的专业 深坑首次的栗子南瓜比赛就有32点报名 评审会以外观色泽、果肉厚实度、蒸熟厚的口感风味以及香甜度等进行评比 评审表示这次的参赛南瓜糖度都相当不错 甜度最高到13.4 今天最低的糖度大概5.5 那最高有到13.4 算是还不错的成绩 对算蛮甜的 超过10都算很甜 这次也特别邀请了淡水农会前来指导 指导员杜敬仲就表示 深坑农友的种植技术越来越进步 尤其南瓜比较容易有病虫害 这次深坑参赛的栗子南瓜在果形上都很完整 而要如何判断南瓜品质 则是从外到内都需要一一评比 所谓的外观是不是完整 有没有虫害 然后肉质的部分是不是呈黄色 那甜度的部分会有仪器测定 那另外就是会取一个样品 然后蒸20分钟 然后让评审吃它的口感 那一般就是它如果比较松软 成熟度够的话 它就会比较松软比较甜 然后南瓜味会比较明显 品质优良的栗子南瓜 外表上呈现深暗绿色 内部果肉则呈现深橘色 口感吃起来绵密有Q度 而在一番评比之后 获得深坑第一届栗子南瓜比赛冠军的是 黄金城先生 他更同时包办了三个亚军 在种植上的细节非常讲究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土壤它的那个酸碱值 就刚开始我有就是用磁灰去改良 那再下来就是下比较多的积肥 那接下来就是你 一般我都就是一株 就留两棵到三棵 然后有足天数的我才采收 深坑农会表示非常恭喜每一位得奖的农友 这次的比赛显示出深坑农友在技术上的精进 也希望借此让农友们相互交流 同时让深坑农产品能够多元发展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